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那最重要的可是我咒文到底要怎麼寫 繪圖AI的召喚咒文主要分身兩個 一個是所謂的召喚咒文 也就是正向的關鍵字 也就是你想要的東西 你就把它寫進去 我想要一隻淺藍色的毛 狼 獸人 小男孩 那他就會跑出一隻很像機器人的 然後不要的東西 就是結界咒文 就是反向的關鍵字 就是你不要的東西 好比說我不想要 多出來的手臂 我不想要畫的插的手指 然後我不想要 那個兒童不移的圖 接下來這邊講的呢 全部都是機器人自己 測試出來的心得啦 那每個人的心得可能會不太一樣 然後換不同的模型 也可能會不太一樣 插文其實他就是一串字嘛 既然他是一串文字 他就一定會有順序 誰放前面誰放後面 對他來講越前面的越重要 這個是不同繪圖AI 幾乎都共用的規則 某一些關鍵字 你可以幫他設定所謂的權重 也就是重要度 我覺得這個關鍵字特別重要 那你就可以幫他提升重要度 這個也是不同的會讀AI都支援 但是每一個AI的寫法不太一樣 結構簡單的講就是說 我什麼樣的關鍵字 放前面比較好 放後面比較好 誰跟誰放一起比較好 Cross Kimono自己 一定也有他的最佳 皺紋結構 但是機器人還沒有去研究 Novo AI 皺紋灌進去也非常好看 機器人目前所有的圖 都是直接灌進去玩 那我們有好幾集的Novo AI 皺紋解說實況 大家可以回去當延伸閱讀 順序很重要 他大概可以切成四個部分 第一個 放在最前面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東西 強化皺紋 就跟品質相關的 我希望這張圖好漂漂 那就把他放在前面 構圖 就是你一開始最好就讓 AI知道你要畫什麼樣的圖 你會畫有一個人 然後他是站著 拍攝的角度什麼的 第二個跟第三個就可以一起看了 一般的二次元圖 你都會比較希望 角色明顯一點嘛 你就把角色相關的東西都 都寫在這個區塊 然後背景有什麼東西 你的地點 這個就是統一放在背景這裡 最後就是其他 如果你覺得有什麼東西也很想寫 但是他沒有那麼重要的話 你就把它放在這裡 有的時候如果你把所有東西都 塞在前面 你的召喚出來圖反而會不好看 你就要想有什麼東西 是不是比較不重要的 可是你有想要 你就把它丟在最後面 這個關號就是剛剛提到的權重 也就是他的重要度 你覺得瘦人很重要 就把它關好起來 他的重要度成1.1 如果機場要細條的話會這樣子寫 冒號1.5 這個關鍵字重要度成1.5 這個關鍵字重要度成1.5 你如果覺得 Kemono不是那麼重要 你就可以寫0.5 如果你是原本的 Kemono 那他就是成1.0 這個叫做關鍵字權重 也就是重要度的意思完 這個值的話 通常大概0.1到2.5之間就是極限了 如果你會超出這個值 請你調整順序 如果你調成2.5 然後圖片就崩了 那你就往下調 已經是極限了 可是你還想要往上 那你就把它往前放 然後我們來講反向皺紋 結界皺紋 也就是你不要的東西 結界皺紋 他同樣也是順序很重要 同樣也可以加權重 基本上也是四個段落 第一個段落 品質結界 會影響你圖片品質比較不好看的東西 你通通會放在這邊 第二個是跟個人喜好有關的 這張圖你不希望他出現什麼東西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就把它放在前面 第三個是品質細節 跟那個品質結界是一樣的 但是通常機器人會把細節放在後面 第四個的話是肢體結界 斷手斷腳 多出來的手 多出來的腳 多出來的尾巴 畫得不好的手指等等的 都會放在這裡 後面這兩個呢 你加了也不一定會有 你基本上還是要籌 那機箱會放後面 Yeah! Thanks for watching! I think! I think!